5点15分 永泰温高速浙敏交界处的分水关路段 一辆山东牌照大货车飞速驶向浙敏发卡点 一头撞上了三号发卡港田 随后车头和车厢分离 车厢向左倾斜 压向了二号发卡港田 而车头继续向前冲 追尾前方一辆福建级货车 事故发生后 现场一片狼藉 地上洒满水果和各类货物 山东牌照货车车身卡在收费通道之间 两旁的收费站台一个严重变形 另一个被滚落的货物野埋 两名发卡人都受了伤 山东牌照货车车头损坏严重 驾驶室里的两名私承人员被困 深受重伤 后在交警和过路驾驶员的帮助下 两人被救出并送医救治 但副驾驶族的男子因伤势过重失去了生命 驾驶员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 不往前开 不料后面山东牌照的货车突然撞了上来 具体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记者了解到 从分水关到浙满收费站的9公里路段 有20多个弯区 坡度落差最大达330公里 因此该路段事故多发 刚开通时 每天至少发生一起 13人 高速交警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希望在该路段修一条紧急避险车道 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